胡娜的詩文 一段都是她生命的故事 人生的阅历 这些点点滴滴 其实就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心灵的写照 我相信大家在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可以在里面 找到很多生命的答案 因为我们今天 即将要认识一个 崭新的胡娜 她的话和她的文字的 另外一个话 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么以我跑了全世界 五大洲 一百九十个国家 我想我是最客观 而且最公正的 去看到一位 在这个领域里面 这么样的能够呈现出 充满丰沛生命力的 这位杰出的朋友 那么今天胡娜呢 就将在这一本 胡娜的灵性对话当中呢 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和感想 那基本上这书呢 我们结合了胡娜就是在画 还有她的诗文 还有就是她的自传 当然这里面呢 我觉得她给我非常多的一个启发 就是说 其实她由网球到画 其实是很接览不同领域 她怎么转变的呢 我觉得胡娜呈现了一个非常 让我激励人心的一种 一个气图跟表现 那相信各位如果说 能够来细细品味这个书 并感受她的话跟她的内容 能够提供给大家 一定会有非常多的 丰富的收获这样子 我看完她的书跟看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世界 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胡娜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且她可以启发很多人 美好的心灵跟美好的事物 也可以追求美好的事物 去年底的新加坡的画展 我只觉得说 也许我可以把我过去前面 写的诗以及我的话 出一本书跟大家分享 胡娜非常的谦虚 也非常客气 但是呢 在网球的领域 在固化的领域 它就像一个叱咤风云的 这样的一个杰出的运动员也好 艺术家也好 文学家也好 充分的挥洒 不只是她的球拍 现在更是她的文笔和画笔 就如同呢 在这本书胡娜的灵性对话 在封底写的 她说我非常清楚 每一个人的人一生中 都有出现过梦想实现的机会 但是呢 稍纵即逝 看您能不能够事实的把握 那我觉得胡娜至少 她在人生里面 她把握住这每一个非常珍贵的当下 那么更何况每一幅画 每一篇诗文 不论是这本书里面的60幅画 30篇诗文 其实都是她把当下的那一份最真诚的 而且最纯知的灵感 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分享给我们 2012年的年初 我才幻画不到三四个月的时候 有朋友因为看到 我iPad里面我的照片 而突然泪流满面 而突然感受到天堂的出现 我觉得那些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新的人生的体验 一幅画它可以出现这么大的能量吗 这是我所不知的 因为有一幅作品 我非常印象深刻 在成都2012年的六月份 我画的是通往天堂的彩虹桥 有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先生 他就拉着他老伴的手 在我的画前面 静静地站了好几分钟 都不言语 然后最后他转过头 看他老伴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感动 他说老伴 我们也步入人生的最后的阶段 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 你看这部作品是那么的美 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好恐惧的呢 所以我当时我觉得那一煞脑的心 战斗了 我觉得我的画 如果能够感动大家 让他们领悟到说 其实我们人生来此一游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肉体而已 而且只要让他们 对于未来 他们要去的一个世界 它充满了 无恐惧的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我的画作 它就是给人一个正面的能量 我们下期间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